一般露營的話 來到虎頭皮 我會建議各位帶什麼東西 第一個這個蚊香 蚊香呢像這種紅色的 這是小黑蚊 對小黑蚊特別有效 那這是一般的檀香 就一般的蚊子 還有就是綠色的 一般咖啡蚊香 鱷魚蚊香最有名的就是綠色 還有黑色的 那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用法 像這個小黑蚊 就會怕這種紅色的 確實有效 但是你如果點綠的或黑的 對小黑蚊沒什麼功效 小黑蚊呢 24小時都會有 這是我對虎頭皮的感覺 蚊子大概是這樣 它這個虎頭皮這邊蒼蠅很多 所以說它這個黏板 要準備 那大概一個 檔次露營下來 大概那個蒼蠅 連個99隻以上都有 為什麼說99 長長久久 因為它這邊的蒼蠅確實 蠻多的 它這個地方 露營區的後面 正好是它們 垃圾 它們垃圾的 囤積的地方 就在園區收的垃圾在那邊 在這個後頭 這個山的後頭 它會有一個囤積的地方 所以說這一袋就蒼蠻多的 記得 這個東西一定要帶 還有一樣最重要的就是 我去拿一下 推薦各位 這個東西是 螞蟻 為什麼呢 露營區一定會有螞蟻窩 螞蟻窩呢 基本上 你如果把那個螞蟻 不把它消滅的話 對你來講比較不OK 這個螞蟻窩呢 就是一次 這一瓶大概一百塊台幣 我不是幫它打廣告 我沒有做業配 截至目前我沒有在做業配 我只是存在好東西 跟好朋友分享 我希望看影片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這個呢 去上廁所的時候 記得帶一下 為什麼 就是這個其實還有提拔 它這邊有提拔 我這個一次把提拔拿掉 去廁所的時候 帶去啊 洗個澡帶去 先把裡面的蚊蟲驅趕之後再洗 最怕的還是小黑蚊 在斧頭皮這邊 那我們一般的話 會準備這種 這個我就不告訴各位了 類似這種 類似這種 這個是香港的 保鮮藍油之類涼涼的 大家咬到之後趕快擦一擦 或者你可以準備 萬金油啊 綠油金等等的 這是我中心的跟各位講 你到五頭皮 要露營的時候 記得要帶這些東西 好 大致上是這樣 那剛來這邊露營的時候 都會準備很多東西 慢慢的 也會簡化 其實 我們是屬於豪華型的在路 那個 投影機也有 影響也有 大概是這樣 那影響呢 如果要放的時候 也不敢太大聲 除非 平日都沒人 那時候我才敢放大聲 好啦 大概就是跟各位講 來這邊錄影要準備一些 基本上的東西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我的影片 同時開啟小鈴鐺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分享我的影片 我才有動力繼續拍片 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